嗨,各位母记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副总编译林世瑶 今天又到了早餐汇报特别篇的时间了 那大家会想说,今天的早餐汇报特别篇 我好像穿的特别不太一样 而且竟然还跟来宾穿了撞衫 那为什么呢?我们先来 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好了 我是青年小听家范祥宴 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就叫祥宴宴来呢? 因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 它就是小泽曾儿松本音乐节 in Taiwan 为什么会在台湾呢? 其实是小泽曾儿松本音乐节今年是30周年 所以他们要办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 是想说要首次进行海外的串流直播 那他们第一个选的地方就是台湾 那么今年呢就会在8月28号的晚上7点半 在台北跟高雄都会有这个同步的串流直播 那非常精彩 那为什么特别介绍祥宴来呢? 因为祥宴其实跟我一样 我们都参与过松本音乐节 不过呢我当时是以一个记者加这个观众的身份 那祥宴你要不要讲讲你那时候是怎么参与的? 那个是从有甄选参加过音乐署 那透过音乐署的部分后来就也一起参与了松本音乐节 对所以他其实是以这个演奏者的身份 对 对不过那时候你也有听了蛮多 就是这个摘腾经历管弦乐团的演出 是 那你那时候听了 因为你那时候是参加哪几年? 我是参加2012年2013还有2016 OK 参加了三件 然后我呢是参加16跟17 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在16是重叠的 但是那时候很不巧的是我参加的前半 然后你参加的是后半 所以好像就是我非离开的时候你才风神仆仆的到松本这样子 对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松本音乐节好了 其实松本音乐节他是在这个长野县的松本市 他其实那个市并不算太大 我那时候查他的人口大概只有25万人左右 对可是他那个市其实他你一进到这个市里面 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里你会觉得感觉非常的好 他会有一种音乐节的氛围 因为你会发现说包括他们的车站或者是散架 他们都会贴着小的真的松本音乐节的标志 比如说旗帜啊 或者是一些他们周边产品的那个小笔 每个店家都会贴着不同颜色 但是上面有一些松本音乐节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会说 整个城市好像都是我的音乐节 我那时候还在杂志里面写了一个这样的标题 对好像到处都会看到音乐节的这个终极 而且上次我甚至 我还去参加 有一年我忘了是16还是17年 我还去他们花火大会因为我刚好就遇到 因为他们都在办在这个暑假 就是8、9月的时候 就花火大会看到一半了 因为他平常是没有放音乐的 他突然就讲了一个什么 小的真儿松本音乐节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今年就是贝多芬第七号 然后呢 他就开始放了贝多芬第七号 我猜可能就是松本音乐节的版本 然后就开始放那个花火 想说我连这边都可以碰到音乐节 现在是蛮特别的地方 那松本呢其实他有个也是一个就是很多观光景点的地方 像有松本城啊 然后他也有这个松本的美术馆啊等等 那其实小燕刚跟我讲了一个就是他的温泉好像跟这个小的真儿有点关系 是的 那个附近的有一个叫浅间温泉的街 那里面事实上就很多很多间温泉店和不同的汤啊 对那其中有一间叫橘子汤的 我进去跟日本朋友进去泡澳之后就发现他那边有摆一个橱窗 但那橱窗里面呢有小的真儿的一些照片啊 然后我们还把扇子上面有小的真儿跟他的儿子的 签名 亲笔签名 那相片的部分我还有看到小的真儿与罗斯伯伯伯伯伯他们都是 当时好像就是在这一间温泉 里面去 可能住宿吧 对 住宿或放松 可能就是因为日本温泉都蛮有满的 对那我就知道呢这个其实松本音乐节他其实整个城市都一起 参与这个音乐节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那松本音乐节呢其实刚刚讲他今年是30周年 那他的创立的这个起源呢 其实先来自于我们刚提到这个斋藤纪念管弦乐团 那斋藤纪念管弦乐团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乐团 因为他其实当初是为了纪念这个日本的这个音乐之父 就是斋藤秀雄 那很多受教于斋藤秀雄的这个音乐家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呢他们就联合起来呢组成这个斋藤纪念管弦乐团 那一开始他们演出啊就受到很大的欢迎 而且他们后来到欧美巡演也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好评 那我记得甚至在那个刘春记杂志他们就承认评他们是这个世界20大 最好的交场乐团之一喔而且他们还是这个亚洲唯一的代表 那后来呢在30年前因为之前他们都是有点像是一起一会 就是说每一年我们就聚集一次 然后呢想办法看要在哪边训宴啊等等 但是在30年前那时候 小的真儿他就觉得说我们要帮斋藤纪念团找个家 那那时候据说有很多城市争取 那最后呢他们就选定的是松本 所以松本音乐节其实最初是叫这个 斋藤纪念音乐节 你参加的时候应该 我参加12年跟13年那个时候叫斋藤纪念音乐节 所以我原来在他们那个 中本文化会馆 因为那个就算他们的最主要的表演场地出场 他们外面的看棒那个时候还是写斋藤纪念音乐节 对我看到这个也是 就是这个 13年的这个 他还是写斋藤纪念 对 Festival 这样子 不过等到我16年去参与的时候 其实他就变成这个 小则真儿松本音乐节了 就是CG Ozawa Matsumoto Festival 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其实是为了纪念小则真儿的80大首 然后呢其实我后来我看到也有人说 因为其实斋藤纪念这个名字 对于就是 全世界的观众可能比较难有印象 对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斋藤是谁 所以他们就把它改成小则真儿的松本音乐节 一方面也是给小则真儿的助寿 一方面也是可以更增加这个音乐节的知名度 对那其实现在就是叫小则真儿的松本音乐节 那不过乐团呢 就还是一样叫做斋藤纪念的观众乐团 对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搜集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观众的CD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见面的时候说 诶我有一些 然后呢 响应也带了一些 这样子 对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这些CD应该都是在松本录的 或是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 就是他们巡演或是在东京录的 我稍微看了一下 那其实都是这个小则真儿的跟 灾藤纪念的观众乐团 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录音 那其实当中呢有一张非常特别就是这一张 对这张呢是这个 《孩童与魔法》 就拉位的歌剧 那这张呢其实就是后来还得了葛莱美奖的最佳歌剧 那刚刚跟响应就是会前聊的时候呢就发现其实当初响应就在这个台下 对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是在现场聆听 这场音乐团 对 那我不知道你听了蛮多的这个灾藤纪念管线乐团吗 你觉得这个乐团对于你这个 演奏者来说 诶你觉得这乐团 特别或魅力的地方在哪里 据我所知他们的全乐都是找请当地日本知名的音乐家 对所以有可能是好几个乐团的手机 但他们都在这个面 对那管乐的部分的话跟打击会请小子真儿 比如说在美国或者是在 欧洲 德国的一些管乐好朋友们 所以那这些音乐家们可能会是来自于 威娜艾乐阿波林艾乐阿 或者是克里波斯图兰管纯乐团 对都是 知名的乐团的乐手 所以他们聚集在 这个地方 所插出来的那种活化跟那个热情的程度 就是会 让让我当初在现场的那种影响非常深刻 嗯 对对就是那一股就是他想要把音乐做好的 那个这个能量 大家都是围绕着小子真儿 对而且其实像我当初去听因为 我可能比香烟更幸运一点 因为我们是记者身份 我就可以 连那个彩排都一起听 那时候听彩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个乐团真的是 其实好像只会 要什么 他们就可以 给出什么 对而且尤其底下人就像刚刚想说的都是 什么柏林艾乐的首席啦 然后什么威威娜艾乐的首席啦等等 尤其是管乐 我觉得那时候听了管乐演出 我就觉得 应该不要讲演出 我光听他们在暖身 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实在太好听了 就是 就是法国后的暖身 或者小后的暖身吹些音节 你就觉得说 这个音色 光这个我就可以把它偷偷录起来 觉得非常的好听 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个非常 厉害的一个乐团 而且他们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乐团 因为 不会有其他地方有这样的组合 因为他们就是一年 就会来这里 一次 然后呢 大家就去享受 这个音乐 对那其实今年呢 这个赞成今年管车乐团 他非常特别 因为 大家知道前两年是疫情嘛 前年是直接停办 那去年呢 本来一度要复办 结果呢 因为 去年大家也知道 突然暑假的时候 疫情又有点爆发 等等 所以去年的时候 他们又改成 只有 无观众的演出 就只有线上的 这个播放 那今年呢 就真的是 他们决定 而且其实像日本方面 他们已经都已经可以正常的 这个举行音乐会了 所以他们今年就是一个 睽違三年 终于有观众可以进场 然后呢 可以举办一个 一般我们习惯的 音乐会 那同时间 他们也会在台湾 举行演出 然后我发现 我们刚讲了半天 我们都没有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 非常特别的衣服 我们应该 转过来 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这个衣服呢 其实就是 当初我们在这个 松本音乐节的时候 得到的衣服 那 响艳那时候应该是因为 工作人的身份 得到的 对 对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 都会看到 工作人员或是这个 乐团的成员 他们都会穿着衣服 那我在第二年去的时候呢 我也很感谢 他们就把我视为 工作人的一份子 也发了我一件 这个衣服 然后我也很 这个 开心的把他 珍藏起来 然后今天终于 穿出来 终于又有机会 能够亮相 对 那就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 音乐节 那我觉得 摘腾纪念 管情乐团 他就是一个非常 像是很难得 然后我记得 那时候还看到一些 报道说 他很像是这个 梦幻乐团 然后今年他们就很 特别的可以在 台湾有这个 串流的直播 因为平常我们几乎都只能 听到就是 CD吧 我想 对 就是我们看到这边 很多的CD 那大部分是 小泽真儿跟他们合作的 不过我们也看到这里 也有一张就是像是 哈丁跟他们演出的这个 迪达特老师的 阿尔贝斯教强曲 因为其实 小泽真儿一方面 当然他 这个年纪大远故嘛 对然后他当然也不可能 指全部的音乐会 所以其实 这一层经典管轩乐团 每一届呢都会请 很多知名的指挥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小燕那时候你 都是听到小泽真儿的指挥吗 像 这一张短记 哈丁 阿贝斯教 我也是都在台下听 所以你很多都是现场 你就在现场的那个 鼓掌声里面 对 所以其实他有很多 像我当年去的时候 2016年那次是 这个 Fabel Luisi 他指挥这个 马勒的 复活 对然后另外一场 就是他跟小泽真儿各职半场 对那其实是非常 厉害的一个演出 而且因为他们是在 太厉害的管轩乐团了 所以其实不管哪个指挥来 都可以跟他们 弄出非常好的搭配 那像去年跟今年呢 他们在这个 松本 他们的 配合的指挥 就是独特化 对那他们这次的演出的曲目呢 其实非常的特别 就是演出 这个德布希的印象 管轩乐的 耐熟的印象 因为通常讲印象 大家想要钢琴曲的那一首 但他是管轩乐的那一文印象 还有这个史特洛文斯基的春之记 那更特别是他们演了这个 武满车的曲子 叫做 《秋之礼战》 那这首曲子呢 其实是 松本音乐节 睽違三十年演出 因为当初就是松本音乐节 第一届的时候 由小泽真儿跟这个 赛山精力乐团 来委托 武满车写的 对所以其实也是 蛮有意义的曲子 好那就期待呢 在8月28号的晚上七点半呢 能在台北 这个三创的 Clapper Theater 或是在高雄 魏武营的 树洞 电影院 跟大家一起 享受这个 小泽真儿 松本音乐节 in Taiwan 那现场呢 除了能听音乐会之外呢 还会有 我们精选的 松本音乐节的这个 纪念品 不过呢 不会有这一条 因为这条已经绝版 这条是我自己买的 不过到时候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经典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现场买 那因为现在台北据说呢好像已经立刻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位置已经被 索取光了 那像高雄的还有一些位置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呢 到这个报名的网页去看 那如果到时候会有一些 现场的空位呢 我们也有机会 做一些后果 那就期待在现场看到大家 那么Muzi早上报特别篇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 拜拜